总统赖清德出访过境关岛 跟美国众议院议长强声通话 美方对于赖总统过境 表达欢迎跟祝福 AIT主席罗森伯格目前正在休育阴架 不过也透过录影致辞 在关岛的桥宴上播放 赖总统更提到台湾夺下棒球12强冠军 开玩笑说台湾跟美国是兄弟 但在球场上是要靠实力 大家好 他说对 用关岛最道地的查莫洛宇来打招呼 总统赖清德出席桥宴 看起来心情相当不错 想必也和这件事有关 我很谦卑的说 我们也打赢了美国 虽然我们是兄弟 但球场上就是要靠实力 上任后首度过境关岛 麦总统受到侨胞热情欢迎 AIT第二把交易 执行李氏蓝英全程陪同 而目前正在加修预运架的 AIT主席罗森伯格 透过录影献身致意 复方也证实赖总统过境美国期间 和美国众议院议长强生 联邦中院民主党领袖 杰弗瑞斯通话 也和联邦参院军委会 共和党首席议员维克视讯对谈 中院两党领袖对赖总统过境 都表达诚挚欢迎祝福 赖清泽总统在过境关岛时 电话与视讯了数位美国国会议员 他们表达了跨党派对台湾的坚定支持 也希望未来持续深化台美关系 共同维护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过境时的互动层级是双边关系的重要指标 赖总统备受礼遇 可见台美关系持续稳健进展 记者萧秉一 萧瑞生 林杰臣林秉中在美国关岛的采访报道